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当中 受近期崔永元事件的影响 光线纯美董事长王长田在谈到影视公司 投资方 明星 行业现状等方面金句频出 王长田在谈到影视公司如何选择投资 如何对投资者负责时表示 部分影视公司铺张浪费 下退资本 未来一两年内可能有几千家影视公司要倒闭 他还认为有些行业内的行为是透支未来 完成对赌协议之后又迅速撤出 伤害了投资者的感情 王长田说 资本在撤离这个市场 同时由于全社会的资金紧张 导致我们现在很多影视公司的项目融资都出现了困难 我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 未来一两年内说不定有几千家影视公司要倒闭 因为现在有两万家 数量本身也太多了 现在又没钱了 又不赚钱 那你说还留在这干嘛呢 王长田接着说 所以原来有些情况是有些影视公司的创始人和从业人员确实被光环冷罩 个人的行为也伤害了投资者的感情 比如我刚刚讲的 高消费 住高级宾馆 开party 做头等舱等等 我觉得这个好日子也快结束了 而崔永元事件的风暴主角王中磊当天也在现场 不知道他听后做何感想呢 以上是蒋洋洋为您播报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